7月23日 来自悉尼和坎培拉等地的法轮功学员 在悉尼市政厅门前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活动 到年12年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呼吁更多的世人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 7月23日 在悉尼市政厅广场 500多名来自悉尼和坎培拉的法轮功学员 与当地各地人士一起 举办了720法轮功反迫害12周年的集会游行活动 今天我们在奉务了12年 12长的暴力年 的反抗争 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法轮功学员 的法轮功学员 大卫·史文利茨先生还表示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种耻辱 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 牛省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 脱离中共的前外交官 现在的人权活动家陈用林 世界和平联盟的代表特雷西德吉尔 人权活动家斯蒂文森 以及在澳洲开办了中国信息网站的鲍博 温尼卡姆等也在集会上发言 提醒人们应该真正的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 看清它在利用贸易蒙蔽着国际社会 希望澳洲政府议员能够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带领下 从悉尼市政厅广场出发 沿着主干道乔治大街向唐人街走来 向人们展示着法轮功修炼人的风貌 从1999年720至今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越来越残酷 但法轮功学员们依然用大善大人的行为 呼唤着民众的正义良知 告诉世人只有解体中共 停止迫害才能不再发生这令人震惊的一幕 路人被眼前的这一切所震撼 许多人在了解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 纷纷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关心 法轮功是一个追求真善的一个团体的话 在大陆那边的话 说到这样子的话 就无情打压 这是非常没有人道的 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非常没有人道 没有人心 只有在这装置的国家 才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12年来 在中共的残酷打压下 法轮功学员仍旧以和平理性的方式 揭露迫害 这不仅感动了世人 也使法轮功共传到全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